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小彤的实际年龄不符 但也难掩她的好身材 第二套旗袍造型就要年轻许多了 而且更加艳丽四射 这也是粉丝们最喜欢的一套造型 这套造型虽然要表现出老上海的万种风情 但关小彤驾驭起来却思 毫不显艳俗 反而多了几分高冷味道 这满屏的大长腿更加让人羡慕 接下来 我们再看看Angela Bay的两套造型 说实话 这第一套蓝色旗袍造型 我属实不是很喜欢 虽说这套旗袍很端庄 特别像民国时代的清纯女学生 但Baby的 妆容和发型却很失败 完全拉低了Baby的颜值 尤其是发型 更加暴露了发际线的缺点 要我说 真应该扣这位造型师的鸡腿 相比之下 第二套旗袍造型要更好一些 淡黄色的绣花旗袍更显优雅妩媚 与Baby本身的气质更加贴合 不过Baby真的太瘦了 这身旗袍也不太合身 略显空荡的裙子 完全无法展示出Baby的好身材 所以 大家认为关小彤 在这场同台旗袍PK中 更胜一筹也无可厚非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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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